努力七月民俗月不少地方都会举办联合大普渡 在万里里由里长发起大普渡的法会 邀请李明带着共评一起来共襄盛举 透过仪式超度各方的好兄弟 祈求地方与社区还有邻里的平安 除此之外万里里的大普渡还特别加入了季海的元素 期待能够为今年暑期发生多起溺水事件的罹难者来超度 藉由每年我们都会这样举办 那这一次呢我们是特别扩大举办 聘请了九位的老师 然后同时也准备了一些祭品 包括我们传统是该有的 我们这边都有准备 那原则上的话这费用呢 是由我这边自己吸收 然后提供给我们李明 一起来做一个免费的一个普渡 那你们来祭拜的时候的贡品呢 就是自己带回家持平安 同时我们这一次呢 也有邀请了很多的乡亲 一起来共襄盛举来普渡 那这今年比较特别就是把所有的米啊 还有油的这个部分喔 还有一些贡品喔 全部都要给我们这个大西的这个庭芳教养院 让一些弱势的孩子呢 一起来享用喔 那我想这样子是我们普渡最大的意义 他每年他都这样带我们这边在里面 大家来为我们这种小菜 给普渡 普渡 对 普渡都不平安 对 普渡在里面大家都平平安 里长提及万里里靠海 今年一入下 海岸就相当的不平静 发生多起离岸流将清水民众卷走的旱事 为了祈求海岸线的平静 与超度罹难者 这次特别在普渡法会中加入了寄海的仪式 除了贡品还准备了龙船 就是希望能够祈求地方的平安 今天特别来参加万里里的中原普渡 那我们知道万里里为这个海域当周遭 那今年我们的万里海域非常不幸的 有四位都在海域发生事故 那我想里长要借了这个普渡 那今天也有一艘龙船 里面经营财宝的一些贡品 那给这些好兄弟 希望这些好兄弟能够保佑我们万里 那个海坡不生 然后大家都可以平安顺遂 那今年因为遇到很多的离岸流的问题 那相对的也有一些往生者 那同时借由这次的普渡 我们区长还有我们的里民 这边都会有一些贡品要来自寄海 那同时给这些 就是在这边往生的部分 希望他们能够借由这次的超渡 借由这次的普渡能够获得更多 今年入下之后万里的海域就发生了 四起不幸的逆水事故 为此万里区长也特别来到万里里大普渡 一起祈求平安 希望透过这场普渡仪式 能够为不平静的海面带来平静 让海坡不生 地方平安 一切顺遇 继续要平安 万里采访报道